Hello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焦焦 焦焦 我們今天講的是什麼 我們今天講的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 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袁麗明 哦 成功人士 沒錯 那今天講他什麼呢 他教了別人怎樣成功自負 好 那我們現在看看 哇 有六點 這個是教人怎樣成為窮人六部曲 是啊 想不窮也不行 如果跟著他這樣做 我們看看他這六部曲是怎樣令人 可以成功達到變成窮人的 第一 他就說拿回BNO 那拿BNO就是一千多元 拿BNO本身就不會變窮 但是他們現在英國政府推出了5加1 5加1就是你首先去了英國那邊 五年之後再申請居留權 你那五年你不是光合作用的 我相信你應該是要租地方住 以及你要消費 還有他英國有一個東西說了 是說你有多少錢你才可以申請 但是你說五年沒有英值 但是你拿不到社會福利的情況下 你要支付他高額的學費 如果你有小朋友讀書要支付高額的學費 以及醫療開支 因為他不會收回你是英國人的費用 他會收你海外的學生的費用 然後你花了五年錢 再要付一筆錢 就可以申請 但是他也是可以不批你 所以這個5加1真的是很笨 他根本就是叫你先夾你過去玩五年 然後再決定批不批你 如果他真的批你也說不用5加1 不如直接接六年 然後入籍就行了 其實為什麼要5加1 就是因為5年之後他也是在想可以再拒絕你 但是就賺了你5年 是的 那麼他這個智庫的讀報曲 就放在他Facebook 上 這個是第一步來的 第二步就說將多餘的港元轉美元 他這個想法都是很有軟見的 是的 為什麼要將港元轉美元呢 就是他覺得美元一定是全世界以後 是最強勁的貨幣來的 我覺得其實如果他這個說法 有幾樣東西可以說一下 第一就是我們港元就跟美元亂去匯錄 所以基本上暫時來說 如果港元和美元脫歐的話 其實港元基本上就等於美元了 為什麼要轉呢 可能他知道 可能他知道自己遲些會爭取到 因為他已經爭取到美國視香港為內地城市 但是如果美元和港元脫歐的話 港元其實現在的美元的儲備 我們和剛剛回歸的時候有800多億 現在我們是4千多億的 所以其實我們那個港元的外背儲備 是很充足的 如果你真的要強行用追擊的手段 去逼港元和美元脫歐的話 就沒有什麼可能的 因為當年索羅斯800多億的時候 你都追擊不了我們 現在你4千多億可以做得到嗎 一定做不到 但是如果港元和美元脫歐的話 你欠美元有沒有好處呢 是的 你現在有沒有好處呢 還有說想美國制裁香港 當然是沒有好處的 是的 還有你欠美元是最不好處的 因為你現在美元的量化寬鬆 Primal是很誇張的 是的 好 他本身以前08年去到最近 今年3月之前 就去做了4萬億的Primal 還有換插美元都說 好像都沒有什麼好處 因為你美元全世界印銀子印得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美國 長期都是貿易赤字的 嗯 那你遲早變廢字 如果你這樣印的話 是的 那第三 他就說 放在非中資及港資的銀行 即是說把錢放在非中資及港資銀行 嗯 那即是放在美資銀行 是的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那放在美資銀行有什麼好處呢 利息比較高 是的 其實是沒有用的 即是他為了 好像周星馳和王爺 我是都要 摔一摔摔發爛爪 其實是沒有好處的 如果他放在美資銀行的話 因為本身我們香港的利息 都是高於美國 美國現在是零利 遲些會不會搞負利率 我都不知道 可能有機會 那就祝你好運 接著呢 第四 他或者放在離岸戶口 嗯 即是放在離岸戶口 即是令自己更加不方便 是的 不過可能是否因為他覺得不方便 我們可以儲到錢 是的 是的 他知道他們的人大洗 所以要放在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所以才可以儲到錢 其實我想起離岸戶口會不會說是深圳銀行 哈哈 這樣應該不會 我猜他 是的 離岸戶口 或者是澳門 可能 或者可能那些什麼 斯里蘭卡銀行 是的 瑞士銀行 洗黑錢 是的 瑞士銀行洗黑錢 第五 就是減持香港物業 減持香港物業 這個想法都是好像有些傻傻的 哈哈 那些房子你賣了 你就試試賣 如果你賣得回的話 是啊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香港的樓價 跟97年之前是相差很遠的 97年之前因為英國政府放任不本治 這樣變成銀行借貸的風險很高 去到九成 去到一百零幾個百分比例 但是我們現在不是的 我們現在有壓力測試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的樓市來說是很健康的 你看到樓市倒閉的也不行 就是因為貸款的本利是嚴格了很多 嗯 是的 那你就賣了 賣了之後買不回 不回我事 是因為他叫人家而已 是的 然後第六 就說 加岸剩餘物業 半成美元 這個是最低能的 我覺得整個六個項目裡面這個是最低能的 所以這個才是重點來的 是的 你有什麼理由加 首先我們說一下這個做法會發生什麼呢 加岸物業 即是套現 那套現你加岸就要給利息 是的 那你加岸給利息 他說擺 擺作美金 是的 那我們剛才說過 其實美金基本上你是 如果你叫人家歐羅 或者英鎊 或者英鎊 我覺得你都可能比拿美金更好 你那個量寬規模那麼誇張 你現在的美國的國債又那麼嚴重 是的 還有他叫人家按樓 不是按樓之後再投資 還去買其他地方的樓 是反而叫人家放現金在那裏 是人家都知道現金放在那裏會貶值 是的 他教人這個方法 是的 這是雙重貶值 因為現金本身會貶值 還要還會買美金 還要還買美金 是的 他這裏根本上就是在蠶食中的資產 是的 其實我們現在看回 他這個教人變窮人的六部曲 不想不窮都不行 他本身是 這個方法其實就不適合那些 什麼都沒有的人 就是有些錢的那些 那些單四巴的生物 但是如果跟著他這樣做的話 立即變黑也可以 是的 立即變窮也可以 可以了 可以了 這個窮人六部曲 其實我在想 會不會他自己 將會有些什麼發動 令到香港的樓市跌 所以他會教定你這六部曲 但其實他是不是留了一個項目 如果變窮人六部曲 有哪一個呢 好像留了買二百二的 哈哈哈哈 是的 其實他真的留了這個 買二百二變得更快 窮得更快 但其實可能他在二百二度是賺的 你們變窮人而已 他分中在高位的時候已經放了 你懂什麼 他本身那天跟別人說 這些叫風骨 是我們看看他怎麼說 他說藍絲永遠都不會明白 買是表態和支持 不是為了賺錢 沒有買本都願意 當是中籌 還說是沒有回復的 這個叫風骨 我們看看他的手足怎麼說 他的手足就是這樣說 我一個七入了 我已經被淹落了 現在已經黃色帳面 虧了六千元 我不知道他賣了沒有 因為他這個貼文是當天跌得很厲害的 那時候說的 現在只剩下四毛錢也沒有 他如果沒有賣的話 你虧得更多 因為當天還有一元左右 一個二 他也沒有了六千元 如果他現在 可能沒有了一萬多兩萬元 不過是很少的 一萬多元 然後另外那個人說 我一個九毫半不切 入了兩手 現在很害怕 然後有一個人說 你媽媽 那個位置入了幾秒 就馬上急跌 你蒸發了八皮東西 存了一整年的錢 那這些是年燈仔來的 是啊 然後還有一個就說 我有一個朋友 不過朋友的朋友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 說他自己 是啊 他也說朋友是自己 他說我有一個朋友 就一個 入了五十萬戶 差不多八十幾九十萬 大家手足幫忙炒上去 幫他解套 他這些 是不是傻傻的 是啊 是啊 現在如果他過百日入了 現在只有四毫子 那他就沒有了大半 現在幾呎四毫子 四毫子也沒有 是啊 多謝袁禮明 教人 窮人 六部曲 是啊 其實應該是七部曲 還有買二百二 還有買二百二 是啊 借財仔 不買一仔 因為他自己賺了嘛 是啊 其實他本身那幾天 他自己公司的股票也升很多 是啊 其實他有涉嫌 是出口術的 你說就說 撐黎智英 讓人令到他覺得 原來是你的股票 你有義氣 讓我再買一下你 其實是這樣 但我發現他們那些股票 傳媒都是跌到媽媽都不認得 這些是老千股 好像是壹傳媒 壹傳媒是先股 一毫子也沒有 七仙的本身 然後袁麗明那隻都是豪子股 然後還有一百毛 一百毛那隻也是 我媽媽都不認得 他上市那時升到最高 我忘記了 十元 差不多十元 現在又是只有幾毫子 這些全部都是老千 專門騙錢 自己本業也不做好他 但是專門騙錢 搞鎮 搞是非 正經事也不做 一向都是這樣的 不然怎會有攬炒 其實正常人是會建設香港的 但他們不正常 他們以為自己被迫害 然後做了一連串的事 就是害人害己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了這個窮人 六部曲 哈哈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把我的影片廣傳出去 下次再說 拜拜